大家好,这里是科技微报,我是软妹,今天是7月11日,星期二 大家记得索尼旗下一个叫VAO的笔记本品牌吗? 当时可以说是笼络了一大票粉丝啊 不过在2014年它被索尼卖给JIP后,便从国内市场销声匿迹了 现在有细心的网友发现,VAO开通了微博,并且通过了官方认证 这是否在暗示即将有望重返中国市场呢? 今天爆料大神送出了一段LG新一代旗舰机型V30的渲染视频 从视频来看,新机采用了更为流畅的全面屏设计 背面采用了玻璃材质,整体看上去颜值还是非常高的 据了解新机将搭载骁龙835处理器,4GB运存,同时还支持无线充电 整体配置基本与三星S8打平,然而三星很快又要有Note8了 LG看样子还需要加快步伐了 昨晚莱卡发布了新一代APS-C画幅无反相机T-L2 外观上做了细微的调整,性能方面搭载最新研发的2400万像素 APS-C画幅CMOS,可提供最高20帧每秒的超高速连拍 值得一提的是,新机还加入了30P4K视频录制功能 售价方面,莱卡T-L2裸机价格为1950美元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在今天开幕的2017中国互联网大会上 于成东透露,华为手机正在研发人工智能处理器 并会在适当的时候发布 对于即将推出的安卓8.0 华为也在进一步进行优化 总之体验更强更流畅 因为华为1MUI5.1对安卓系统内合作手术 解决了卡顿的通名 所以能秒LS11了吗? 近日小米科技高级副总裁王翔接受采访时表示 小米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在全球开设2000家新店 这些新店将有一半开在中国 另外一半设在海外 从小米科技与诺基亚微软的合作 以及购买专利来看 小米对海外市场的野心着实不小呀 不过话又说回来 开这么多家门电雷不思你啥时候能解决解决供货量的问题呢 今天有网友发现乐视官方商城 所有的手机产品都处于下架或者无法购买的状态 甚至连酷拍的手机也是如此 大家纷纷猜测乐视手机业务目前已经停摆 后续将不再上架了 但随后乐视针对此事做出了官方回应 否认了手机业务停摆的说法 并表示目前只是缺货而已 而乐视手机产品在第三方渠道均处于正常的销售状态 好吧乐视走到这里 小编还是表示一下心疼 希望能挺过去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技被爆的全部内容了 更多有趣资讯 欢迎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idget.com 当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Widget 科技资讯 Widget播报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咯